好事多磨 云林四虎乡正家祖孙 一家四口急在破旧的诸舍里 5月13岁的郑小妹画画 传达想要住大房子的心愿 台湾希望义工团知道之后 决定出钱出力 无偿帮忙盖新房子 却突然遇到了三级警戒被迫暂停 这个月27号即将降级 义工团急着复工 前天重启报名 两天内多达上百人抢着报名参加 不过为了遵守防疫规定 志工人数将控管在95人以内 预计要在8月8号父亲姐当天交屋 帮郑小妹圆梦 没有很开心 没有 隔很久了 三岁郑小妹看到镜头害羞的 紧紧抱住妈妈 而旁边这块大空地 即将要盖上郑小妹梦想中的大房子 这跟她学习的帮你 比自己更坍坍 先前台风影响风大雨大 只用几个木柱撑起来的天花板 看起来就快要坍坍 破损的屋顶用纸壶 郑小妹一家四口挤在两瓶大的房间睡觉 这个家还是用50多年的老旧诸社改建 郑小妹在纸上画画传达想要大房子的愿望 义工团决定出钱出力帮忙 却遇到三级警戒只能暂缓 她很伤心 她哭很久 哭超久的 很难安抚她 终于等到27号降级 义工团急着要复工 两天内多达上百人抢着报名帮忙 为了遵守防疫规定控管95名志工 预计7月31号开始盖新房 8月8号就走屋 7月31号跟8月1号是 钢古还有外墙的组装 然后8月7号跟8号的话是室内的装潢 跟整体的清洁 还有把整个房子里面的内部摆设 跟水电灯具全部装设好 她很开心 很开心 她超开心的 赞小妹的愿望 义工一直放在心上 撑过三级警戒就火速动工 让小妹妹能够顺利圆梦 接着郭珍宇林采访报道